我们带您看看1900台湾大头条 今天要带您看的是蔡英文 她的这个台线的造势 其实已经进入了倒数第二天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那么现在进入的是客家票园区 民进党总统参议员蔡英文 前进陶竹苗地区要抢攻客家票 蔡英文说她未来会努力推动客家化 要变成官方语言 到了中立她也参加活动 那么蔡英文受到了支持者热情欢迎 让小英真的很喜出望位 她说看到民众这么热情 如果明天投票的话 她一定当选 来到桃园中立 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蔡英文喜出望外 如果明天投票的话 我就当选了 台线造势越往北走 气势越旺 要争取跨世代的选民认同 蔡英文还献花给刚出生的满月宝宝 即将结婚的新人 以及高龄90岁的银色夫妻 象征世代交替 前进桃竹苗指导客家大本营 蔡英文挑扁蛋 展现客家精神 挑蛋 蛋子是没有轻的 蛋子一定是重的 只是你要有挑蛋的技巧 也要有挑蛋的这种决心 我们现在各族群 的这一些语言 我们能够让它普遍化 那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 正式承认这些都是国家的语言 强调多元文化 才是金阿港台湾精神 蔡英文受选民夹到欢迎 身旁的女随护 清秀的外形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蔡英文拼选战人气旺 贴身随护也成为焦点